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非常高兴的再度请到了 保险世家最成功的保险理财专家 名字叫做赵世文 Simon True Simon 非常欢迎您 谢谢您 大家好 2018年已是您入行第29年了 实在是看不出来 您好努力 谢谢您 继续努力 是的 是的 湾区因为你而更灿烂 有像你这么viber的人 然后这么专业的人 今天二月来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我们现在的华人 不管您是新移民老移民 都经过了2017年底 川普的税改 然后已经慢慢看得到 这个效果会发生在哪一面 他很多的这种税改 会吸引全世界的钱都回到美国 除了房地产 除了股票投资 更多一项让人们想到的就是 对于自己的risk management的部分 保险就是最大的一项 有各种各种的benefit 请就这一个范围来给我们发挥 对了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都会在节目里边 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事项 特别是今年 很有意义的一年 那么还有呢 每一次我会在节目里边呢 都会跟大家分享 几个不同的tips 怎么样 让您的retirement更成功 首先呢 今天呢 我带给大家一个消息呢 就是三大秘诀 千万大家需要avoid 或者be careful 要避免 要小心 没错 retirement的时候呢 有三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呢 就讲到这个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所以social security claiming的时候呢 就讲到 你应该是在62的时候取的 66、67 我们叫full retirement age去呢 还是71的时候取 OK 有solution吗 有perfect solution吗 没错 其实其实是有的 有很多人是呢 就会计算到最精英的计算法 如果我的寿命是到什么时候 那我才会break even 我早领或者晚领 很多人都会这样去算 我就提醒大家不要这样算了 social security claim呢 应该是按照您自己的income的需要 去领取 这个才是做对的 OK 无论你62岁 如果你需求这笔资金的话 就开始领吧 66岁 需求这笔资金就开始领吧 不要为了等多几年 让他多增值 但是万一寿命没这么长的话 what for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给大家 那第二呢 也提醒大家 所有的退休人士 另外一个考虑到呢 就是这个inflation 大家都知道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湾区大家都感受到 无论你是房地产 吃的用的 每天所需要花费的 这个inflation都不用带动 我们的retirement 那如果以后您这个retirement portfolio不延续增值的话 你用起来这笔资金就有限或者贬积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flation是第二个提醒大家 那第三呢要提醒大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就是本身以后养老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医疗费用 包括了long-term care 所以这个很多人是长期照顾 没错 做那个retirement planning的时候 很多人都忘掉这一部分 以为health insurance保险公司会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然后long-term care会 government会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其实是错的 自己要规划一下 所以这个三大秘诀提醒大家 所有计划retirement的人士 会正在考虑马上要retirement的人士 都必须聚重的 long-term care在Simon这边也可以得到帮助 没错 也是可以的 我们把很多很多客人成功的规划 那social security您是替他们分析 对做一个参考而已 做一个参考而已 没错 是那现在呢 我们也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财务产品 的确是十分好 因为政府呢 他也鼓励我们自己买自己的保险 没错 因为政府正穷举债过高 他自己的office都快要关门 没错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自己买保险 所以呢 我们在税法上面有很多的好处 并且呢 这个买的保险还可以有saving的部分 请来告诉我们 对了 所以现在呢 提醒大家 最重要呢 就是grow你的retirement 你的retirement 如果继续延续grow的话呢 以后 你的buying power 你的purchasing power就更strong 所以我现在提醒大家 利用一些理财的工具去增值 有很多人是呢 在转换工作的时候 这个401K还跟着以前的公司 还没掉出来 有些人是在银行里面 开了retirement account 但是没去理他 也没去管他 那也有一些人是呢 用现金就留在银行里面 也没去动 也没去投资 钱越来越薄 也没错了 还有很多人是呢 就说我要特别留住一笔钱 我这笔钱是预防万一 emergency fund 中国人嘛 总是这样讲 未雨绸缪 对 这样子不对吗 其实对一部分而已 但是要按照自己的理财规划的比例 来留住这个emergency fund 那真正来讲 我问到所有我们的客人来讲 十年以便 你有多少次真正要用到这个emergency fund 好像很少 没错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但是留住那部分做预防万一 那么如果你还在留住这笔现金 在银行或者 就是hold cash的话 你没有去投资 没有利用我们这个market growth的话 你看 现在的market S&P 500的index 已经到达2800多点 对不对 那比起上一年才是2400多 一年里面这个S&P 500增长 涨到24到32之间 没错 这么多大的增长的话 如果你的account还不调动 我们叫做rebalance一下 你的portfolio 从现在的规划 我们帮你整理 安全配合 再去投资进去这个market 这个就是为了您将来理财退休 更成功的一部分 马上要做的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的promotion 您开户的时候 我们有15%的红利 等一下 这个重要要再讲一遍 15%的红利 开什么户 所以我们帮您开一个退休理财规划 退休理财规划的户 马上就可以享受15%的红利 比如说放100万 就拿到115万 没错 这个是base number 对 11万5千 其实是15% 15%的红利 所以提醒大家 另外呢 增值的部分 你刚才讲到这个50%增值的部分 就是股市市场的指数增值 无论是多少 我们多加50% 多加50% 加到您的account里边 比如说成长24% 50就是12% 就变成36% 没错了 所以这个是每一年继续延续的 加到您的账号里边 第三有很多人是我刚才讲到了 现在还在等这个市场 等这个市场怎么 再继续入场 那那个时候可能市场会更高了 所以你过去错过就是这个机会 所以我现在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计划是其实保本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市场下跌 至少是零 零风险 我们叫零风险是保底的 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最重要 我们这个管理费用是没有任何费用的 听起来很好 没错 听起来 too good to be true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还有呢 最重要最重要 我们讲到这个plan design 我们讲的是退休理财规划 就是保障 以后您用钱的时候 人在前在 永远用不完这笔资金 那也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万一长寿 你自己享受 万一短寿 不用担心 你的受益人全而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life insurance吗 不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叫做退休理财规划 是retirement的financial planning 我们叫做personal pension plan 永远的我们的client 在节目里面听过我这样介绍的 所以这个是要一笔钱放进去的吗 没错 OK 好明白了 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知道每一年的年初 大家都希望为自己的退休方面 做一个很大的规划 所以起而行之 请致电Simon去 那Simon的电话号码是 888-746-6688 非常感谢Simon 谢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我们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